唱一个比较欢乐的 花来里龙了 哦。哦 会点,会点 花来里龙了 花来里的声音有几万沙 西云有花落 啊 全世界都里飞上密码 关他奇葩还是没想法 怪掌火油呀 快乐里龙乐快乐最伟大 耶 大家一定要开开心心 也希望你们真真天天开心 吃醋吃醋 今天下午音乐原计划直播扫楼 有周深 盛英纯等 而周深在音乐原计划演唱的两首歌曲 《沉默的羔羊》和《只字不提》 单平台收藏量在不足48小时内突破10万 太厉害了 他们就是 这个 就是他们很想跟我说 就发那张吧 但是他们也说不出口 毕竟专辑这个事情 很幸运的是 现在就是自己能够小小的做主一下他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够忍着 这是第一次扫楼吗 我都觉得你们之间的氛围非常的好 然后都说你们是音乐圈的那个就是乐子人团店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山一纯老师您对此有什么评价吗 有没有一些那个录制时特别的感受或者是有趣的小互动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是第一次扫楼吗 以后欢迎多多来 第一次 因为一开始 每次的意思以为就这样 所以我的手上衣服 我觉得我这裤子不太方便扫 一门也会扫楼 不然这样 我觉得会不会不太好扫 太好扫 你以为是扫地的扫地 周深9.29赫兹 巡回演唱会杭州战即将开启 你准备好了吗 你这么多人喜欢海藏吗 行 可便发现在南京演唱会上终于有声米点了周深 海藏之手 沧海一珠 相信夜色很多人盼了好久的现场 夜光下我的轮廓 寻遍海藏迷到斑驳 隐绕着你又两鱼鱼隔 多清澈 看着你为我回眸 云散天开温柔辽阔 去暖头厘愁的落寞 彼此诉说 海藏是动画四海惊奇第二季的片尾曲 周深的声音清亮透彻 明亮高亢 时而低回浅吟 时而如一把利剑刺破强空 周深真正被大众熟知的歌 其实只占冰山一角 还有好多好歌被藏在了海平面之下 海藏就是其中一首 咱就说这些宝藏歌曲真的不能长住吗 中文字幕 Elizabeth�들 马锋 初评完毕 隐纳以后会想念吗 中文列队 马锋 初评完毕 一波过去 所以不可能长大 中文字幕如果有故意 可以有故意 轟上 大家许多好马锋 我们各自拥抱着远达 路要不难打 我光就会想你在天上 你也不在头发 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吗 连路很长 去不同方向 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中 分开之后会想念吗 我也会非常非常想念 与你见面的时光 你能听见我吗 但说不说 最近还是有好多遗珠 都被翻盘了的 这个跳舞的月光 是周深和唐田合作的 第二首作品 是电影 燃野少年的天空情感主题曲 周深空灵悠扬的歌声 唱出了少年们的无味与果敢 还有一专的蓝色降落伞 在第一场上海没奔就唱了 这个在网易云 可是有将近一百万的收藏呢 蓝色的江海没奔就唱了 在天空里的我一歌 蓝色的江湖山 雨风里的雾湾 我把海游的人太 我和我一眼海 都知道周深的歌 对各个年龄段的人 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而未成年人是占比将近19% 所以说能听到这两首歌 我们还得感谢这两个小朋友 不得不说 真正的沧海遗珠真的太多 只能看以后演唱会次数多起来 能不能加进去 希望永远不再唱 这首江湖秘之音从发行到现在一直没有现场 还有无限 当时发布会议时唱得简直风神 真的好期待周深能再唱一次现场 这首江湖秘之音从发行到现在一直没有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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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青春游会 这首歌源于创意型舞台剧《我的小伙伴》第二章原生EP 《我的小伙伴》之青春没烦恼 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更喜欢周深的吟唱 在他的歌声里有对青春的呐喊 有对成长的勇叹 有对未来的蹊跡 这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 周深的很多歌曲 均以以歌曲服务而量身定制 完美的声线 动人的节拍 与游戏或剧情相对一章 结合得天衣无缝 这就是周深的实力强大之处 他时刻知道每首歌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 关于宝藏男孩周深 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认识他太晚 最幸福的事是能够一直追随下去 所以在感受他源源不断的新歌的同时 所以每次发现他的一首过往的好歌 就懊悔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歌 幸好时间还在 幸好我们都还年轻 所以能尽情沉浸在于他的个人魅力 和动人歌声里 小灵星 未雨过河也翻流长影 手腕而尽一条五彩绳 摘尽皮革一树紧 一树出生一树的星星 要富山请松桃花竹影 八角云海棠红小窗影 复瓜真理五万平 一树个人的一树 海棠红小窗影 尽情沉浸地一声 静静地听 山山车雨地零 一树上车尽切紧 回家仙老公 连早点 早点 早点 快点 一树上草 还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